前面几节课咱们学了donate call里边的内存缓存的接口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对不对 那么这节课咱们来对于内存缓存接口做一个封装 其实人家的接口已经封装的挺不错的了 咱们没有太大的必要对它来进行封装 但是还是有一些细节问题 我希望能够把它进一步处理一下的 所以说我封装了一个对于接口进行进一步操作的 进一步封装的一个帮助类 可以供大家参考 你愿意直接用人家那个接口也行 反正我在这给它额外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 封装了一个新的接口 那么我新的接口解决了哪些问题 解决第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咱们efcall里边的IQRB 或者说INURB 这样一些类型可能会存在的延迟加载的问题 就是说并不是人取你取到一个IQRB 或者你取到一个INURB 那么的时候这个数据真的就取出来了 他只只是到这个便利这个数据的时候 他才会真正去加载这个数据 这个我之前讲那个IQRB的时候都讲过 对不对 并不是他立即就这个运行这个数据 而是去便利这个集合的时候 才去执行那个IQRB已经讲过了 我不再去说 这INURB大家可能以前没有碰到过 我再给他举个例子 我记得好像也之前说过这个 再来一遍 INURB陷阱 你看我在这儿写一个这个INURB INURB 我在这儿是一个I返回INURB陷阱 我在这儿get INURB陷阱 我在这儿要的 Return1 要的Return2 你看这不是还挺方便的 你看我再生成这个五个要的 那么他就返回一个 一个一个这样一个集合 是不是 我在for in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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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写成 可以 没问题 你看现在咱们这样一个运行的话 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对不对 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样 我atoms 然后我在这儿 你们在这儿加句666 ok 再看看我这个人 这个执行结果是什么 我这个执行结果应该是什么 看似应该是先打印666 再打印ok 对不对 看是不是 先打印ok 再打印666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儿你拿到这个INURB的时候 他并没有开始便利这个数据 因此呢 他在这儿没有来执行这些代码 只有到便利到便利完三的时候 咱们再往下 这个循环的时候 他才执行666 你看 三晚了是不是才666啊 所以这个我不过都去解介绍了啊 你可以自己去这个看相关的资料 那么腰的蜜蜜 他其实和咱们的这个sink 为特一样 都是编译器玩的这么一个语法堂 他最终是会把这个腰的 return翻译生成也是一个像sink为了这样一个状态机 这样一种机制 内部非常复杂 看起来很连内部非常的复杂的 ok 我在这儿只是借助这个现象告诉大家 咱们的这样一个INURB并不是说你拿到它的时候 他这边的代码就真的就执行了 ok 但是如果说你看我在这儿加一句这个tool 而瑞 再看看结果 你看就666再ok123456了为什么呢 因为一拓瑞的话 他在这儿就先便利那个集合把所有的个像都取到了之后 然后再给你这个 再往后走 你这拿到一个数组就没这个问题了 ok 因此咱们在这个缓存里面 大家想一想 如果在缓存里面 咱们直接存的是这个INURB 或者说这个存的是IQRB 就可能会存在的说 你存进去的时候 他这个数据还没开始进行这个便利呢 这样的话到你用的时候 比如说你用到IQRB 他需要便利的 那这时候咱们的这个 EF靠对应的这个dbcontact对象 可能已经被销毁掉了 一便利的IQRB就报错了 你这意思吧 因此用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 就会担心咱们用的时候出现 需要读这个数据的时候 你他已经便利不出来了 因为他对应的那些对象 已经被销毁掉了 因此在咱们的缓存里边 应该禁止往这个缓存IQRB 或者INURB这样类型的一个变量 强制你必须得存list 或者存这个数组 这样的话不存在延迟加载问题的这样一些类型 这是我这个小的一个接口里边做的一个限制 还做了一个严格的限制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对于这个随机缓存过期时间的问题 进了一个处理 避免了这个缓存的血崩的问题 所以我就提供了两个功能 一个是检查数据的合法性 还有一个是实现了这个随机缓存过期时间 就说你指定过期时间是10 我在这给你过期时间不是真的是10 可能是介于10到20之间的随机数 OK 自动的给你进行缓存过期的一个处理 OK 看看怎么用 我这个封章这个接口 这个机构什么叫做 i memory cache helper i memory cache helper 里边只给他提供了这个 四个三个方法 其实我感觉应该再给他提供一方法 就是set 但后来想想的话 你要想用set的话 你就直接用meme cache吧 是吧 我在这提供的是这三个 其实大家其实只要有这两个 就可以总而获得嘛 你要想set你要想remote的话 你直接再调用 这个接口就可以了 好吧 就不用调我这个helper了 主要看这两方法 get or create 是吧 这也不用说了 这就和人家meme cache的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这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缓存的key 第二个是回调 或许数据得回调 第三个是一个过期时间 我在你可以直接以一个过期的秒数 在这来提供 省了你看之前咱们这样的话 还得自己from seconds time span之类的多麻烦呢 我在这个参数直接就要求你传一个秒数 因为缓存时间一般不用太长 一般都是几秒几秒几十秒几百秒最多了 所以我在统一固定的时间就秒 所以你传一个time一个秒数就可以了 一个印度一个秒数 当然在这还有一个异步的一个方法 get or create a sync 这个异步的 你看对应的这个回调 它也是一个异步的回调 看到了吧 task 异步的一个回调 返回值是一个task 因为异步的回调和普通的回调 不同的地方就是返回值 一个是普通的一个值 一个是task 对不对 ok 然后这也是一个过期时间 我呢 把它简单封装成了一个nuket 叫zak.asp.net asp.net 你愿意用就用 不愿意用的话 你自己封装一个也没有多麻烦 怎么用呢 我把它装起来 一会儿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用 这个用很简单 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代码怎么实现 install package zak.asp.net 首先呢 在这儿注册一个服务 Builder their services add a sculpt add a sculpt 接口是i memory my mary cache helper ok 实现类 我记得应该就是把i去掉 就这个 这接口 这个实现类 那用的时候 咱们直接用这个接口就行了 private read only mem mem cache helper 然后的话咱们可以在 public stream test 你看 cache helper a mem cache helper get or create async key 就是这个book ad 把这个 ad成id 吧 加上一个id 控制十秒 这个 Return You got MyDBContext GetByIdSync 现在咱们这边写了这个吗 Book Return Await 哦 它就有一个参数 OK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咱们Return Boo IfB等于等于 Return Not found 不存在 这个的话得写成一个 这个 Await Athink Action Result Task OK Els Return B 看了吧 你看我在这的话就是用起来和咱们的直接MemoryCache 这个差不多用法都差不多这个没什么可说的OK在这指定过去时间 然后的话这回调里边我这个返回数据 呃 呃 那具体咱们看那个代码啊就是这样用起来没有任何的区别和原来的接口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我做了一些细节的处理这个代码在哪呢就在这个 这 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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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这个接口啊这个接口咱们不用看了刚才已经看过了看一下实现类 嗯 嗯 那么实现类里边就是 就是在这我一个方法叫做Value 呃 Value Type就是验证一下你缓存的这个类型是什么 所以说你看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验证的这个类型它是一个范形类型我则get a generic type definition 把那个范形类型给他得到 然后再来判断一下这个你这个类型是不是Ineural 或者说是不是这个这个异步的Ineural或者说是不是Icurable如果是的话就抛一场说不能是这几种类型你必须得用list或者用这个数组来代替 哎这是一种对于呃这个参数的一个类型的一个限制 然后我在这个get or create里边你看在这之前我先验证一遍先验证一下你这个范形里边给你指定的类型呃是不是我这个不喜欢的这几种类型如果是的话我这抛一场 ok然后的话我再有一个方法叫做init cash entry在这里边你看我就产生了随机的时间这个随机的时间就是你设定的这个过去时间和过去时间乘以二中间我取一个随机数 而且呢为了让它的这个随机更加的平均我在这用的是这个这个呃用的是 就是哎呃next啊我在这我还得改一下这应该用这个double类型的用double类型的好处就是说它更平均如果说你看我这其实现在就有一个不能说一个bug一个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我在这用的是这个呃我在这用的是这个呃整数这两参数都是整数返回的也是一个整数我在这虽然写了double了但是反过来还是一个整数的double呃我把它 它如果说两参数都是这个小数类型两参数都是小数类型那么呃哎我看看啊这是应该是我封装的一个方法 他们本身是没有这个方法的应该我封装的方法应该没这个问题啊我这里边用了一个这个呃 呃我还是看看吧看看 啊打开我 那是没这个问题的之前我应该考虑到了我都忘了考没考虑没到没考虑到啊因为你取这个随机时间如果参数都是整数的话返回的肯定也是整数这样的话就没法完全平均在比如这10秒到20秒之间 他还是10秒11秒12秒13秒他不会说10.5秒10.6秒这样一个更细化让他分布的更加的这个均匀 ok所以说咱们的目的肯定是让他分布的更加均匀 看看啊就是临时给他讲是临时好像发现的问题 next ok真的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指定的两个参数都整数就行所以返回还是整数 所以说 介于5到10之间的还得是567890这样整数我想让他在5到10之间的5.5.15.5.3都有可能 所以说我下边我把这个代码改一改我稍微的升级一下把它变成了这个让他返回的是小数 啊这两个参数都是小数这样的话更加的这个平均好吧一会改一下这个 那么ok咱继续再往下看 呃无论怎么样啊我在这就是获得两个时间的一个随机值把这个随机值作为这个固定的这个过去时间 哎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讲更平均分配而不至于说有这个缓存的集中过期的问题 ok 那么 剩下这个get or create这个get or create create async这两个方法就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是吧 都是一个 你看都是创建那个entry对象然后再 呃 创这个设置这个随机的过去时间 然后再调用这个 呃 这个回调获取这个数据然后再给他设置到这个缓存上这些都没什么可说的了 好不好 所以这个本身我这封章代表比较简单啊一会我把这个把这改成更完美的呃用这个double 来求得着这样一个过去时间让他更加的这个平均一会改完之后大家用的时候应该是用了这个double这个版本的更完美了好吧 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没了 没了 没了